字幕提供 七年後KB和Jerky 再約我去迪士尼玩 對,做了,我想快點去玩 一、二、三 快點 我們第一站來到Toy Story 這裡 其實說回七年前 我們每首歌就是他約我去迪士尼 認識你 其實這個地方是否對你們影響很深 其實是的 因為自己小時候 因為看迪士尼的動畫才睡覺 到之後 真正因為這首歌本身寫給婆婆 但是後來因為 麻煩你了 因為我那時候的音樂朋友 覺得這首歌其實 都可以有另一個主題 自己想回小時候去過東京迪士尼 然後就想了歌名叫他約我去迪士尼 非常幸運 而且那件事很幻想的 整件事沒有想過等著放榜 然後有一個機會可以出到唱片 在彈弓狗前傾了一陣之後 是時候去玩 玩什麼好呢 就這個 這件事看起來好像不害怕 但好像有3-4的感覺 而且連他們的樣子下來都不害怕 對 會不會嚇到黃了 但他們才叫聲出來了 對嗎 但其實我為什麼要來這裡 和你做這個訪問 是因為是很適合我們今天的話題 就是講這個高低起跌 我們17年裏面 都有很多高高低低 一出來就爆了 聲音爆了出來 但之後就好像 咦? 不見了這個人的 其實有沒有說最低潮是什麼時候 最低潮其實我想是 06 其實拿完 十大中文金服 作歌人獎和金服金獎開始 之後 一開始有一些和前經理人公司 有一些因為合約上的問題 令到我很多前路上 或者工作上的事情 都不知道怎樣去繼續走 那段時間 因為又不想家人擔心 但是也不知道自己還可以怎樣做 所以有一段時間是 自己困住了自己 媽媽是要叫我 不要擔心睡覺 但我偷偷看見 家人是會要查字卷去查 那些律師的信 他們是不想我擔心 而去做一些令我安心的 但其實我變相 我知道我會更加不覺得 對他們不喜歡 這麼快就輪到我們玩了 不知道一邊玩機動遊戲 一邊做訪問會是怎樣的 做了 好緊張 我怕大家知道 就交給做了 是啊 不要啦 OK OK